靜言無暇火山泥 這個厲害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等一下就開始鋪這關 因為我剛才已經閒電了 這個火山泥呢 厲害在哪裡呢 欸 綠色 有沒有看到 質地非常的厚 然後呢 它有綠茶的萃取就是什麼 耳茶樹 鋪完 你的粉刺 就會 不小心 跑出來 因為我這樣的泥 鋪成兩天一次的鋪 它真的代謝真的都正常了 其實說真的 它也不太會長一些洞洞 我剛兩邊給大家看一下 素眼 方澤 好的泥膜 真的有效捷徑的泥膜 是你做完的時候 你只要輕輕地 它就 跑出來欸 為什麼 因為它真的很達到有效的情節 火山泥跟冰河泥差別在哪裡 成分來自不同的地方 一個在山上 一個在底下 火山泥它比較會帶一些礦物質較多的 冰河泥呢 它是比較帶於藍造 修護性 是屬於冰川泥那一類的 我跟它建議 台灣電器 我個人覺得比較適合用火山泥 因為它會比較死 比較容易出流 讓我的皮膚 會有很多狀況 但是這件事情最厲害的 毛孔收斂 會有幾分制的 非常虛弱 我真的已經用不到幾天 你看到 像我們今天毛孔 清潔完事是這樣子 它就會這樣縮起來 這個收斂的水 是我最愛的 你就跟水一樣 你可以放在紙箔上面 就先拍它 所有的保養品 都寄聚在於我毛孔中 去做錯 它才會真的很有感覺 跟這時候我爸呢 一樣的一起請保養 這件事情我覺得很重要 好